欢迎去收看美读新闻 廖内省罗干下游县数外名的华语居民 与近日再次举行了坟船的仪式 亦今年1826年前 华语组被首次抵达该地的历史 廖内省罗干下游县的数外名华语居民 聚集在英福王庙举行了祭祀仪式 之后驾驶着一艘长9米宽1.8米的舶船 前往一公里外进行坟烧仪式 该仪式是为了纪念华语前辈 首次抵达该地的历史 被烧了一段时间之后 博船上的两根木桩掉向陆地 祖辈认为这意味着 今年的财富将会着陆 该年度祭祀的仪式 吸引了国内外五万名的游客 且已经被列入国家旅游盛会 青年和体育部文化部的副主任卢迪 对该仪式的成功进行表示了祝贺 并且感谢华人社区 与当地政府间长期以来的团结合作 该传统除了在保留华人社区的文化之外 也有助于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必须持续地进行下去 ICHI HACKOLD JELAJAH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